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占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一場論壇上公開表示 美國決心確保及維護台灣和平及穩定 假如中國大陸以武力改變台灣現狀 美國將會與民邦一起採取行動 布林肯又說很多域內外國家都認為單方面破壞現狀 是對和平及安全的重大威脅 至於大陸一旦對台灣動武 美國和民友會採取什麼行動呢? 到底是一起發聲明譴責 是召回諸華大使對中國進一步制裁 或出兵協防台灣 布林肯並沒有說清楚 而且估計是李用把鉗叫他 他老哥都未必會鬆口 之前就有記者兜口兜面問布林肯 美國是否直接向台灣承諾 如果大陸發起攻擊會協防台灣 布林肯又大灑太極 只是說美國對台政策不便 美方作出長期承諾根據台灣關係法 協助台灣自我防衛 記者換個角度問 那是否代表美國不會協防台灣呢? 並且特別要求布林肯回答時 不要用外交辭令 誰知道布林肯也是大人遊花園 記者再問第三次 布林肯索性人欲錄音機上身 再說 美國會採取一切必要行動 確保台灣有能力自我防衛 古有比得三次不認主 今有布林肯三次不肯護台 真是不到你不服 沙武大肅克爾戰略模糊 不肯量出底牌 還要拉一眾盟友落水 異狀聲威 加因今時就不同往日 中國軍力已經大大提高 再不像上世紀九十年代 美國派兩個航母群前往台海遊役 就可以對大陸起到阻嚇作用 其實美國人自己都心知肚明 除非美國為了保衛台灣 不惜和中國打一場全面核戰 否則根本無力阻擋大陸收回台灣 說起來就相當可笑 美軍連續多次搞兵棋推演 模擬和解放軍看台海衝突 結果每次都大敗虧輸 唯獨有一次慘性的 都是建基於第六代隱形戰機 由運輸機頭下制度彈藥 以及其他尚未在現實戰場面世的幻想裝備 還要是在大量人員和裝備損失下 只能限制解放軍對台灣的全面接管 之前奧運又是這樣 美國金牌數目一度落後中國 於是改了遊戲規則 以獎牌總數代替金牌數目論排名 將美國人為求認力不擇手段的可笑嘴唸表露無謂 明乎此 就知為何華府對保衛台灣的所謂行動 神神秘秘 故作高深 拿著耳朵底 唯有一尾炮浪頭搏對方蓋牌 其實大家又硬見 美國不管對中國還是俄羅斯 其實都是把握著一個不會反面的道 像俄羅斯一樣 美國不斷挑撥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但一直對烏克蘭加入北約推三阻四 亦不肯應棄總統之請 在烏克蘭境內部署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 說到尾就是怕跟俄羅斯全面反抬 至於台灣問題 美國在如何保護台灣問題上 長期以來一直搞戰略模糊 反而確保台灣有自我防衛能力一點上 他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即是怎樣 即是台灣掛倉底都要買美國武器 其實最應該問的一句是 美國佬真的不怕跟中國反抬 為何還要搞這麼多小動作呢 為何不直接跟台灣建交呢 當然 美國佬畢竟還是大佬 沒這麼壞子說到明不敢幫拖 於是最異正慈嚴的說法 就是美國必須知道 台灣人有為自己主權 戰鬥到最後一個人的意願 之前美軍敗走阿富汗 拜登給出來的藉口 正正就是 核布爾政府沒有戰鬥意志 美國子女不會打別人的仗 English Choi政府對此心靈神悔 最近宣布後備軍人教召 即是軍訓的期限 由兩年一次每次五日 改為每年一次每次十四日 如今一班對民進黨死心撻地的國青 終於真正覺醒了 挑釁對岸是要付出代價 而代價由年輕人承擔 對English Choi來說 他們只是人欲選票提款機 有年輕人大探 輸困沒有犯 疫苗最後打 當兵排第一 現在自知定已經恨錯難犯了 事關打仗不同打機 打輸了分分鐘命都沒有 沒得玩下一回合 大家看看網上流傳的街訪片段 就知道草莓兵的戰爭已知有多高 如果他們打來你要怎麼跟他們講 就說我支持兩岸統一 儲國萬歲 當然他們還沒打過來之前 可是導致要XXX 哈哈 知名我真的是突破了 台灣有些人為何會死他們 要搞台獨 不是以為有自己政府軍隊 就真的獨了起來 說到底 又要看三武大叔眉頭眼睛 老頭友好 拜登也罷 美利堅百利さ天得港一 English Choi絕對不敢說 二 他要賣武器 你都不能say no 他要賣萊豬,你又沒得say no 他要你台積電交機密資料嗎 你更加沒得say no 反而English Troy上台前 台灣和大陸關係比較友好 可以有些經濟實惠 國際空間亦遠比現在大 老實說,台灣一個豆腐潤巨大的地方 怎麼都不可能獨立 退一萬步,就算撇開民族大而不說 跟誰比較好處呢 畫公仔不用畫出獎吧 好了,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覺得like搞錯還是吃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